哈囉,我們來分享一下 今天這碗叫做 魏丹的野菜牛肉麵 新生活素食 對啊,顛倒了 魏丹的野菜牛肉 來,老婆來開箱 我真的沒吃過啦 再拆 我拍 這一樣會剪輯喔 先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泡完再吃 再來吃 不好吃 這新產品吧 這應該沒吃過了 這有點 這麼小碗有點像在 跟來一顆較勁的感覺 哦,吃破了 從旁邊吃對啦 通常破了,從旁邊吃沒關係 從旁邊吃對 從旁邊吃對 對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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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裡面的內容物是怎樣 這叫開箱 試吃 然後把它拿出來 味單耶 它就是 它就是 粉 粉 這個 你把它倒進去吧 小心一點喔 它變體是 變體是這樣子的 OK 變體的量 感覺是圓的變啊 然後 粉包耶 放進去 小心點 不要放那個 這開箱試吃 就是要拍裡面內容物 給大家看 OK 然後 粉嘛 看起來菜蠻多的 然後你倒一下這個油包 油包 好 我拍 我們拍 開箱試吃 就是要拍裡面內容物怎樣 等一下 加熱泡 味單 感覺好像有點露 有點 好像那個 排骨雞片的感覺喔 這個醬子 跟我們那個油 臉油的感覺不一樣 通常臉油都是 你感覺會臨結到那個 像油一樣 這感覺有點像排骨雞片 欸?味單 排骨雞片是味單的嗎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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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 到 裡面內容物是這樣子啦 我等一下去沖泡熱水啦 OK 好啦 這燈就這邊啦 拜拜 好啦 應該三分鐘了 大約了 OK 來 那我們請看內容物長怎樣 好 OK OK 這個擦一下吧 有點油油的 這個 不鏽鋼的筷子很濃油油油油的 然後 味道真的是有點像排骨雞片的感覺 這是牛肉嗎 好啦 OK 看一下那種 應該 那個 這個 這個是牛的呢 我看好不好吃啊 這真的不像牛的味道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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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聞到的香氣是 有點像排骨雞片的感覺 等一下試試看就沒有牛肉味道 嗯 泡開了 然後裡面有 哇 牛肉麵居然會有那個 好像那個 嗯 玉米粒 然後感覺 嗯 感覺是蠻香的 香氣不是很重 嗯 有點中腰味喔 好啦 吃看看 OK 吃看看 吃看看齁 嗯 有點像紅沙的味道 它麵還不錯吃 麵口感不錯 QQ的 然後 嗯 喝一下湯 麵很Q 然後吸飽那個醬 那個湯汁 嗯 這碗不錯耶 它帶有點中腰味 可是這個中腰會不會是我覺得 我覺得 不難吃 對 好像有點 八角的味道 可是整體味道 嗯 嗯 嗯 有點像紅燒 可是不會辣 嗯 這碗其實不錯吃的 它很特別的中腰味 這中腰味真的是 嗯 不錯啊 真的 這碗21塊可以買 我覺得還不錯 有點像他們 排骨雞麵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 牛肉味不會很重 不會很燒 不會 算了 蠻好吃的 一碗麵 這碗麵就叫做 味噹野菜 牛肉 親 親 親食感 生活 OK啦 影片到這邊啦 OK 拜拜再見 再見 點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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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燈